台積電到底是台灣公司 還是外國公司 他的股東倒不是外國人了 如果一旦發生戰爭的話 吃虧最大的是誰啊 是那些老外投資基金最大 美國人只為一個東西打仗 利益 所以他的利益在台灣 所以我看到這個講法 我就想 喔 我想通了 這是美國人的錢放台灣 越放越多 你們發現 AMD也是美國公司 有50億來了 都來了 英特爾什麼都來了 他們都把錢放台灣了 那誰來保護啊 我們國軍保護他嗎 不可能嘛 當然是美軍保護他 這是台積電的股東會 魏哲家也回答了一些問題 當然 全球的媒體最在乎是 兩岸現在兵凶戰危 兩岸在這個地緣政治裡面 台積電如何自處 所以外媒就問到說 現在兩岸關係 在台灣新總統上任以後 他就更緊張了 中國進行頻率 更高的威嚇行動 而且他的層次一直在往上升 那台積電怎麼應對 客戶對地緣政治的要求 我們看到 未則大家講說 我們的客戶的確提到 請台積電把他們的產線 移到亞利桑那或其他地方 我們也有過這樣的討論 但台積電得到的結論是什麼呢 這絕對不可能 因為台灣的產能已經佔 台積電的80%到90% 我不可能把產能移開 而且最近 劉德英在接受訪問的時候 也特別提到 2018年的時候 我們看到這個人 這個人叫Thomas Wright 他現在是拜登國家安全團隊的議員 原來在2018年的時候 他就跑來建台積電 跑來見劉德英 他講說 我們希望你把某些的產能 移到了美國 你們讓你們的產能 在美國有存在感 也因為美國這樣的威脅利誘 現在台積電不得不去 美國亞利桑那設產 但現在經過這麼多努力之後 才發現原來台積電離開台灣以後 他真的就不可能變成台積電了嗎 而且事實上剛剛講 今天魏哲家講得更清楚 他說我們繼續要投資台灣 那我們未來 如果有所謂的優先順序的話 我們的第一優先是台灣 第二優先是台灣 第三優先是台灣 台灣全世界都認為你兵兇站迴 你有地緣政治風險 可是現在台積電擺明的就是 我要投資台灣 包姐 這個魏哲家接班之後 事實上全球的媒體都在問你 第一個問題就是 地緣政治你怎麼因應 那於是人家就說 這個地緣政治台灣 台積電怎麼樣因應客戶呢 然後結果魏哲家說 的確 他說客戶有要求 那客戶也的確面臨到非常大壓力 但是 他們說討論過之後 結論是 但是這是不可能的 台積電不可能移出台灣 他說台積電已經 台灣已經佔台積電 大概有80到90%的產能 不可能移出台灣 而且他說 未來的最新技術 優先選擇是 台灣優先 然後台灣優先 第二優 台灣台灣台灣 都是台灣全部都是台灣 所以你不是說我現在 現在的產能留在台灣 未來最先進的科技 未來的研發 也都在台灣 所以等於是間接 把這幾年美國一直在說 把台積電搬到美國去 美國花了那麼大努力之後 現在終於證明是怎樣 空一場 不可能把台積電移走 所以現在美國對台灣的態度 為什麼會轉變 事實上從台積電的說法就知道 移走產能是不可能的事 那你美國怎麼辦 美國只能夠如同Morris 跟這個裴洛西說的 你要投資台灣的安全 現在他們就正是 要認清事實 他們現在就真的來投資台灣的安全 告訴你就是這件事情了 好 我跟他講 今天 為此大家講 原來台積電在全球有7萬9千多人 其中 台灣有7萬人 對 所以事實上現在台灣變成是 它一個非常重要的基地 好 那麼事實上這個最近就有 非常多故事嘛 劉德映就手勢披露出來說 事實上寶姐 這個所謂地緣政治的風險來說 不是這幾年在開始 最早從歐巴馬時代 2015年的時候 因為他們那時候不是要重返亞太的時候嗎 其實當時歐巴馬或是美國政府 就已經開始在注意台積電了 只是當時因為中美還沒有貿易戰 所以沒有這個問題 但一直到了2018年左右的時候 約莫是2018年年底左右的時間點 這個人Thomas Wright 他來到台積電拜訪了這個劉德映 那為什麼這個人會來呢 是普瑞澤介紹 那這個人是誰呢 他當時是布魯金斯的這個 非常資深的這個學者 他寫給我一本書叫做 沒有戰爭之外的所有手段 所以也就是說他們其實已經在研究 我要在實際戰爭之外的所有的手段 怎麼來控制這個國家 所以他就這樣子 他來拜訪這個所謂劉德映 劉德映 那跟劉德映說你這樣子 因為你是兵兇戰危啊 如果你要有更有這個 所謂的讓美國政府看到的時候 你最好到美國去設廠 只有你的所謂的存在感 在這個地方 你說讓台積電在美國有存在感 對那也就是或許也是因為 這樣的關係來說的話 這個後來台積電 他會去美國設廠嘛 那的確因為去美國設廠之後 他的存在感就變得非常非常高 因為為什麼 因為你就對比的出來了嘛 美國這個廠根本是不太蓋得起來 台灣的台積電是真的變成是 全世界非常重要的一個地方了 所以剛剛魏哲嘉講說 要把台積電的產能移出去 他們有所謂的討論 但討論的結果他不可能 對 世界之大 難道只有台灣可以有台積電嗎 老杰我必須說真的是這樣子 為什麼 因為第一個 這個之前我們知道 台灣不是地震的 我們不是說過嗎 南科地震的時候 他們可以從族科從這個種科 調非常多的工程師南下之後 馬上解決這個問題 請問全世界有哪個地方能夠做到這樣 沒有嗎 沒有辦法能夠做到這樣的聚落這麼的近 另外一個台積電我們就講 事實上這個輝打 不是有非常多供應鏈嗎 台積電也有非常多供應鏈 而且這供應鏈都是他手把手把你交起來的 而且手把手交起來之後 他跟台積電完全的綁在一起 而且他的技術是不可能流到外面去的 這些東西來說 都是台積電所獨有 你根本沒有任何另外一家公司 可以做這樣的東西 所以說你光是把台積電給逼走 剛剛講台積電在台灣有七萬九千人 全球有七萬九千人 在台灣有七萬人 你說你就在把這個七萬人搬走都沒有用 對 因為我有很多周邊廠商 對 甚至連幫你洗抹布的 幫你清除污水的 幫你弄光照的 對 缺一不可 對沒錯 事實上這個台積電的陽光 也就接受訪問 他說半導體有1500個生產步驟 那每一個都需要大量的人工智慧 人類的智慧 要經驗還有知識 才能把事情做對 台積電就是把每一個製程 他都用他能夠改善的最好的方式 改善了之後 才成就今天的台積電 1500個生產步驟 我們其實在節目上講過非常多次 就是加燈 加燈做的就是這個東西 叫做EUV的光照盒 一般的光照盒是這樣的光照盒 然後這個EUV的光照盒 是這個樣子的光照盒 這個難度就不一樣 那你想說 那這個不就是一般 放光照的這個儲存盒嗎 有什麼不一樣的 保險因為EUV的 它要求的精度越高 所以那個光照盒裡面來說 當然你一把這個光照 放進去之後 你馬上就要透過這個光照盒 把它裡面的濕度弄到0 弄到0之後 你還要這個光照盒裡面 還要注入特別的氣體 讓它能夠保存 否則它很容易會脆化 因為它經過磕死之後 它就會不見 所以這個光照盒 比大家想像中都還要難做 那因為這個所謂 所以我以為 只是一個罩子放下去 對 它說我罩子放下去 我旁邊隨時要有一個 充氣的機構 然後這個盒子裡面 配備這個所謂的 充氣的盤面 然後它的24小時 可以全程保鮮 對 讓它 因為EUV剛曝光過之後 你要把它保鮮得非常好 否則那個 後來那個訊號消失了之後 那個訊號是幾奈米的 這個訊號 因為我們根本看不到 一般的我們根本不知道 那是什麼東西 但是你要讓它保持非常清楚 因為你只要思路一改變 那個訊號不見的時候 你整個完全完掉 對 所以它就必須要有 非常高的門檻 這個門檻比大家想像中更高 那為什麼後來是加登要做 因為台積電做到後面的時候 EUV的這個光 EUV的技術現在只有台積電能做 所以它要找國際大廠 國際大廠沒有人能做 沒有人能做什麼 EUV的相關周邊設施沒有人會 沒有做 台積電就知道 好 我這個找加登 找個加登來合作 加登有這個技術 好 互相把你手把手 甚至加登一度財務危機的時候 還是台積電出手去幫他 救他的財務危機 好 那我們就講 這個技術綁到什麼程度 加登自己一定會做這個光照盒對不對 但是我要做光照盒的技術呢 我還有一個加索 也就是說這個加索還做這個 他的做光照盒的這個機台 所以等於是這個完全被他綁住 就是說你要做這個光照盒來說 你要機台我有加索 然後你要做這個光照盒我有加登 然後我再跟台積電連在一起 所以你不是只有把台積電拔走 你還要連帶把這些都拔走 所以你說加登沒過去 加索沒過去 你也做不出來 就做不出來 所以你知道為什麼這個台積電 到北美去的時候 加登就要過去 他到日本的時候加登就要過去 這種不是你任何短時間 能夠改變的一個狀況 所以他的這個所謂的生態系 是這麼複雜 對 沒錯 好 那另外一個我們要講 另外一家公司叫這個洪碩 洪碩他主要做COAS的這個製程的公司 好 那你知道 現在這個也是一模一樣 COAS他們就這個洪碩的這個執行長 史本利說什麼 他說我們第一台這個COAS的技術 他說根本就是藝術品 因為為什麼 因為連規格連客戶都不清楚 他說連台積電都自己不知道 台積電也不知道 那時候 因為他們只有一個藍圖出來 但是你要把它做成是真正的這個 這個基台的時候 你這個有很多know how 他就說沒有 他只跟我說他們的客戶是什麼樣子 然後怎麼樣 那我們只能憑空想像 憑空想像就好 那你既然是這樣子 你有這個需求 那你要思考說化學品要怎麼處理 然後你做程式 我要什麼有什麼成分 我要用什麼樣的基台環境 浸泡式還是這個噴灑式 他說我們根本就是 但是他就透過這樣的方式 一直跟台積電互相的合作 互相的合作 他又說客戶提出一項功能模組的修改 我們內部評估 就說要三個禮拜 但是客戶說三天 那台積電說三天 他沒有說誰 但是就是台積電 好面對幾乎不可能的挑戰 他們就立刻動員所有的研發團隊 用一天三班 每班八小時的時間接力的開發 最後四天完成開發 那時候客戶終於露出笑容 感謝我們 保證那這個 這個全世界大概只有台灣 這太漫天喊架了吧 我說我研究要三週 結果他說我只跟你三天 那我二十四小時不眠不休的 搞出來花了四天 你才滿意 對 那你看我們跟客戶 在這個製程的開發中間 一起成長 客戶加速發展先進碰撞的過程中 一路走來洪塑也肩負協助客戶 研發的任務 所以這些公司 保證你知道 自然為什麼台積電這麼強大 在IC製造的本身裡面來說 台積電已經是非常強大 但是你要一些設備 中端設備 他們同時也在幫你研發更好的設備 更精準的設備 這個是沒有人能夠做 沒有人能夠做了 我空話時的東西來說 國際大廠根本沒有什麼 你說只有台灣的工廠 台灣的工人 台灣的工程師 才願意這樣子 你跟我說我一個天方夜談 天馬行后 我要把你落實 落實的時候 你還只給我三天的時間 對好 那你知道為什麼洪塑能夠做到 因為第一個 因為他綁了非常多東西 他第一個 他投資什麼 他有投資一家氣體公司 因為氣體公司來說 這家氣體公司來說 天洪 他就知道說 你這個氣體會怎麼弄 怎麼弄 他都完全知道 所以他有氣體的公司 另外他有個通路公司 通路公司 他會量測的這個技術 另外他還有非常多的這個 所謂的 非常多的這個公司 才能夠達成 紅塑自己本身的競爭力 也就是說 你要把紅塑帶走 你要把這些公司 全部都帶走的這個狀況 所以我才跟你說 這些都是 都是牢牢的綁在一起 甚至科外要說什麼 科外說 你這個機台要所謂的 這個強化防禦機制 就是說 你自己的機台出問題的時候 你要自己警告說 你自己會出問題 所以他有防震的機制 防震還要預警 對 所以你要自己提醒 這個使用者說 我們機台可能會出問題這樣 所以這樣 這有非常多的know how 在這裡面 那你知道為什麼 為什麼他們願意做 為什麼他們願意做 因為台積電 他們都知道 我只要打入台積電的供應鏈之後 我就完全會翻天 你知道過去一段時間 這個紅塑的股價 都是只有兩百多 以前都是兩百多塊而已喔 但是因為他現在已經 踏入台積電的科外 現在多少 他現在已經快要到一千兩百塊 一千兩百塊 所以以前他EPS 了不起 一年大概就是十塊 十五塊 他現在EPS 一年可以到達三十塊以上 這就是為什麼台灣那些供應鏈 會願意幫台積電做 因為做下去是完全不一樣 像加登 加登以前是快要破產的 加登 他現在股價三百八十幾塊 所以就是為什麼台灣的供應鏈 願意去跟他合作 就是你一旦呢 跟台積電 跟他賭上了 我所有的性命 跟他拚了之後 我賭對的時候 整個公司會完全大爆發 另外就是我沒有想到 起重機也扮演這麼重要的角色 之前晴空會發生大火 我們的消防局根本 新竹消防局根本沒有高 這麼高的運氣車 幹嘛 時間 新竹就來了全台灣 或者是全世界最大的吊車 對 然後他們講 這個吊車很多是專門佛台積電的 對 如果台積電沒有這些吊車 他很多的工程也不能進行的 對 為什麼要有這個吊車 保健 事實上你有沒有去看過這個半導體廠 半導體廠 他後來蓋成這個無城市之後 你看這個樓高有時候都是四五十公尺以上 那我要把機器吊進去那怎麼吊 所以你要用一般根本吊不起來 所以然後拿平平台積電這些機台 很多設備是非常精密的 所以他就要用所謂特殊型的這個吊車 像台灣就有一家公司就是啟德 啟德他就是專門做這些吊車 還有很多拖車 這種拖車來說在台灣 基本上是很少人用的 為什麼 因為那個拖車 譬如說這個儲存草 這個儲存草來說的話 這個長33公尺 而且這個車子長45公尺 他說每一次他們要拖這個車子之後 周邊要有20個工程圓圓 然後就這樣 這邊運 他們每一次走都是非常非常慢 就是好像以這個蜈蚣行走的路線這樣走 那你要為什麼他們能夠信任啟德 因為只有 啟德資本只有1億 但是他為了要台積電這些工程 他就投資了非常多 買這些設備其實都蠻貴的 這些所謂吊車 這種所謂特殊的這個車 其實都蠻貴的 然後他現在不是只有for這個半導體 包括風力發電還有台灣的石化鏈油廠 什麼都可以用 所以等於是說 他知道這個是一個特殊的利基 因為有這些特殊的利基 才能夠在台灣發光發熱的一個狀況 而且他講的台灣的政府對這個是完全的支持 今天啟德的老闆來講 他們現在這種特殊的運輸社 照理講你很多的路線 你的重量上限46公噸 他說對他們來講沒有上限 對也就是說如果你只是要for這個半導體 半導體產業來說是在這個上限之外 所以都完全可以這個所謂的這個排除 那你知道事實上他做到什麼程度呢 做到連台積電要去這個 這個台積電去中國的時候 還有這個這個所謂張魯金 他們中國在那邊設廠的時候 他還特別說你起得你要來啊對不對 就是這樣 所以事實上這就是告訴你 台灣的供應鏈有非常多 就是剛才不是講嗎 1500道工序 還有把我周邊設備運進來 這個每一個都是一個藝術品 每一個都是一個非常艱難的過程 你要玩做到最好之後 才能把這個良率做到最棒的一個程度 而且你說台灣剛剛講 我們現在都是中小企業 可是這些老闆的氣魄是非常大 但是雖然這個起得老闆有很多的 這個有很多的事情 我不知道 那大家講 他說全世界一樣 德國是起重機最好的吊車 他說最新的吊車 都誰買的 最新最好最大的吊車 起得都是第一個 為什麼 因為他有非常重要的客戶嘛 台積電嘛 保健那事實上出這樣一趟任務 你知道要花多少錢嗎 這個一趟任務來說的話 至少就是千萬起跳 就我剛剛在運送那個潮 那個那個 要千萬起跳 你如果把它完全把它運完之後 氮氣儲存槽 對 運完 然後把這個整個氮氣儲存槽 一個廠運完之後 至少要千萬以上起跳 更何況 如果你是運那個所謂 這個艾斯莫那個機子 那個都不是開玩笑 所以你知道到市場每一個步驟 都有非常多的這個know how 那台灣因為走了 已經我們已經經營了三四十年 每一個廠商都在竭盡所能的 幫台積電來做到最好 才會成就今天的台積電供應鏈 當大家都關心到說台灣兵凶戰危 台灣在整個地緣政治風暴的中心點的時候 當然也關心台積電 可是你特別注意到台積電 魏哲家今天講這句話 你說這才是關鍵 這個關鍵才是為什麼 今天AMD今天NVD 今天很多的公司 願意趕到台灣投資 他說魏哲家認為雙方的領導人 就是兩岸的領導人 還有世界的領導人 當然就是美國 他們都是聰明才智之士 不會讓戰爭發生 所以他這個是一個科學家感 果敢的來談 做出這種的這個評判 對 這是相當的相當的有 相當的有這個 有他的這個底氣跟基礎嘛 我現在問你一個很簡單的問題 台積電到底是台灣公司 還是外國公司 他的股東大部分是外國人了 大部分是外國人嘛 而且每個人 所以世界的股投資在這裡嘛 如果一旦發生戰爭的話 吃虧最大的是誰啊 是那些老外投資基金最大 所以美國人的利益在台灣嘛 美國人只為一個東西打仗 利益 美國有利益 他美國有利益 他去哪裡幫他打仗 所以他的利益在台灣 所以我看到這個講法 我想通了 這是美國人的錢放台灣 而且越放越多你們發現 對 你看看昨天有誰 AMD也是美國公司 有50億來了 都來了 英特爾什麼都來了 他們都把錢放台灣了 那誰來保護啊 國軍保護他嗎 不可能嘛 當然是美軍保護他 所以美軍來了 美軍一定來 因為錢在這裡 他說的 不會讓戰爭發生 也就是說 美國人或世界的大筆資金 通通大量在投資台灣的時候 台灣會不會發生戰爭 不會嘛 不可能嘛 因為太多利益在這裡嘛 對不對 AI是從從開始 這最近一年當中 兩家公司改變這個世界 一個就是NVIDIA的黃仁勳 另外一個是什麼 OpenAI 就Channel GBT 他發行的大型語言平台 LM 當這LM出現以後 哇不得了啦 整個AI的應用 變成大量的廣泛性的應用 讓黃仁勳決定 要全部投入在台灣了嘛 因為這個東西台灣是什麼 是所有AI設備的製造基地 因為後續還有太多的一些相關的設備 要繼續生產製造 不是光是到SERVER做完就算了嘛 而且按照魏哲家的說法 你是移不開的 魏哲家為什麼今天這個說法 而去年沒有這個說法呢 因為有AI的世紀的來臨 我們的護國神山的那個山的規模 是越來越大 越來越大 而且改變了太多東西 而且這個改變還在持續改變中 你看我一直擔心台灣的 你看劉安偉講的那句話都有道理 劉安偉講的話很簡單 劉安偉要發展三項 三項這個三個領域嘛 第一個就是製造的AI 第二個是什麼EV的AI 就是電動車的AI 然後第三個AI是說政府的AI 就是智慧城市 如果這三個都在紅海之下完成的話 那會多少 紅海的業額不是八到十幾兆啦 這太恐怖了 所以劉安偉講這個話 所以說台灣的產業會有一個翻天覆地的大變化 我講最簡單嘛 台灣是一個什麼樣建長的國家 台灣是一個以生產製造為優點的一個國家 就是台灣人做工廠一流的 是喔 全世界做工廠 我們剛開始學校畢業出來都在工廠上班的 哪個不是啊 007拿來全世界賣 賣台灣 台灣揚傘以前全世界第一 你知道嗎 現在大陸 所以製造本身就是台灣的最大優勢 這個是台灣的domaino 那製造業遍布各個不同的產業 紅海可以扮演什麼角色 紅海可以提供整個的服務給你 紅海現在他搞了什麼東西 他把實際機械人全部都做好了 所以紅海的製造的這個know how 是全球第一 紅海如果沒有全球第一的製造業的know how的話 他憑什麼做到六兆六七兆的營業額 不是開玩笑 所以他對生產製造業這個整個大的系統 他具有全世界第一的優勢 他把這個東西AI化 然後幫助全世界各個國家 所以他有智慧製造的概念 因為很簡單 智慧製造你們最重要的是機器人 最重要的是數據 他有機器人他有數據 然後第二個他本來我們都看壞他所謂的 電動車掛了 全世界都掛了 被老共被中方的比亞迪 什麼什麼那些小彭 未來 未來都跑一大打了一頭 把特斯拉搞一個頭兩個頭大 那你有發現特斯拉最近在幹什麼 在幹嘛 特斯拉最近在吉利的跟NVIDIA在發展什麼 發展智慧的 發展智慧 AI AI 往AI的方向發展 那可是目前全世界最大的市場 電單在哪裡 在油電共用的汽車輛 是全世界第一名對不對 為什麼特斯拉不改變他的策略 繼續生產他的電車 為什麼 然後再發展AI 因為他還是要把AI的科技的部分 用科技來取勝拿到世界第一 這是特斯拉策略 那劉安偉看到也幹一樣的事 劉安偉幹一樣的事情 他也是要用他的AI優勢 用他的AI優勢來幫助全世界 因為他是做供應鏈 如果他做特斯拉成功的話 劉安偉這個智慧EV就有機會成功 那就會把現在低迷的這個電動車 會跟上那個時代來臨 那第三個更厲害的是什麼東西 現在智慧城市 智慧城市在哪裡 在哪裡 台灣嘛 他不可能到 報中共就給你搞智慧城市 他把台灣以後1999 打電話進去的服務是AI幫你服務的嘛 台灣所有的公務員以後不會這樣的服務方式 不會說搞了一個什麼又毒藥出來 然後找不到人嘛 沒有這回事 又衝動AI化 如果這個domain know how 是政府已經存在 我們的政府的 我講過我們的健保局 是世界一流的健保局 沒錯 我什麼資料都有 什麼資料都有啊 那些資料把它AI化而已 管理方式整個發展出來 新的科技一大堆 那些科技可以賣錢的 可以 因為黃智慧現在全部都做一件事情 他把他把他的這個什麼blackware這些所謂的半導體 把它做成什麼 做成平台嘛 他做了一大堆平台出來 所以為什麼他們要繼續在做AI中心 就是要做更多的平台 做更多的平台 讓你競爭者跟我之間的差距一直在拉大拉大 因為他最後就一直做成一個大型的一個AI的算力 包括數據各種方面的平台 然後變成一個整個package 整個整套的一個turnkey的服務 服務他的客戶 所以他們在準備幹這個火 那這個火是我們沒有想到的事情 他這次演講跟這兩天的表現通通出來了 剛才特別提到威澤佳講說 現在兩岸的領導人世界的領導人都是聰明才是知識 他們不會讓這個戰爭發生 那你怎麼樣不讓戰爭發生 我要determine 等於說我要有威嚇的作用 幹嘛我要軍隊過來 軍隊剛剛講到 現在台美的國防產業6日要在台灣舉行 這次居然有30家軍火商 而且這30家軍火商 你現在看到他們生產的東西吧 你嚇死了 很多都已經直接跟AI掛上線了 你現在看到有一個 無人快艇 無人快艇 它也可以變成自殺快艇 這個自殺快艇 它居然是跟星鏈完全結合在一起 而且它是有自殺攻擊作用的 對 邦大哥我們講 這個台美國防產業論壇 過去從來都不公開 但今年得到消息說 原本講25家 就沒想到最後竟然來了30家之多 而多出來那幾家廠商非常有意思 為什麼 我們剛才講到這個自殺無人快艇 它叫做Masky Masky其實小小一台而已 等於說還可以裝在貨櫃裡面 結果你現在看到了 沒什麼大不了 但你仔細看它的上頭 也就是在它的甲板上 放的是什麼 不是佐藏 竟然是一台星鏈 Starlink 所使用的一個接手板 所以代表 它是可以做整體串聯的 再來第二件事情 它的這個名稱叫做什麼 你知道嗎 叫做黑海風格 黑海風格 Black Sea Style 我就是來搞神風的 我來搞特工的 有沒有看到黑海的 都是用這種小艇 以小博大去撞這種 我們俄羅斯的大型艦艇 對 我們的靈感就是來源於此 你知道它厲害在哪裡嗎 它是特別設計來 專門做神風特工 也就是所謂的自殺 無人快艇 但它比我們講的黑海那個地方 烏二戰爭發生的地方 磅數足足多了多少嗎 你知道它那邊原本 烏二戰爭是放大概250公斤 一艘船而已 結果你知道它至少放了多少嗎 放了450公斤 所以換言之它的火力跟威力 是倍增的 你說雨萱可是好像就兩倍嗎 好像還好啊 沒有 我們現在要講到了 第一個它不用人操控 全程都是由AI電腦 自動進行敵我判定 換言之它可以透過 我們講Starlink 透過相關的網路訊號 透過它的敵我識別系統 知道說 你這個是來自於中國的解放軍 你這個是友軍 然後建議判定說 我要怎麼去攻擊它 再來第二件事情 它可以做串聯 我們先前是不是跟大家介紹過LINK16 它這個更厲害 為什麼 它等於是一艘無人自殺艇 一艘無人自殺艇 寶德哥如果有五艘 你知道可以打到什麼效果嗎 什麼效果 風群 它可以用風群圍攻嘛 它可以後方有一艘真的是 調動它的 比如說Destroyer一個驅逐艦 然後調動這五艘無人的這種自殺快艇 然後開始展開四面八方的攻擊 可是它的破壞力很強嗎 當然它一艘你知道可以換掉什麼嗎 比如說一艘就可以換掉一台大型的艦艇 比如說我們講驅逐艦 我們講偵察艦 它一艘就可以換掉那種兩三千噸級的 它這一艘可能 了不起一兩百噸而已吧 一個貨櫃的裝的下雨 以小不大嘛 但你想想看喔 如果它同時出動十艘 因為我們剛才講的風群攻擊 它可不可以對航空母艦發動攻擊 也是可以啊 可不可以對遼寧號發動攻擊 也是可以啊 所以他們講 這是最符合台灣當前所需要的這種 不對勝作戰 而且包括它全程從頭到尾 它不需要你再去設定 再去想定 它AI自己會幫你判斷相關的路徑 而且不只是這樣 我們講美工提供這種 都是這種全新創新的廠商 它跟過去有一個很大的差別 以前大家講是什麼 洛克希德馬蒂娜 講這些舊廠商 那沒有什麼大不了 但新廠商它有一個特點喔 代表這是美國最新前端的科技 代表說這是以前都是拿一些舊的嘛 他現在直接把最新的科技 全部拿給你保留給你知道 現在呢 美國對於台灣整個在戰略位置上的重要性 已經不同空日而語 這一次洛克希德馬對公司來的這些 他又放了一段影片 把F-35放進來 F-35進來更全 我們以前講過F-35是最好的踹門證 他真的是進去踹門 而且他是進去把所有的眼睛耳朵 全部打瞎掉 對 保雷哥我們剛才講到 無人自殺艇 他是有AI操控的 而你現在所看到的影片 他在講述的是一件事情是什麼 未來整個美國的作戰 都會與AI系相關 他的畫面你看喔 這是海馬是發射對不對 你想說發射之前 到底為什麼可以先發射 其實他是透過F-35 先在空中進行的目標 鎖定跟偵查之後 確保譬如說 好 方圓百里他有哪些防空設備 有可能有哪些敵軍 把雷達做一個鎖定之後 好 鎖定到敵方的防空陣地 他們想定的是什麼 想定的是對方的陣地 對方的遊庫 好 那我知道你的陣地 跟你遊庫在來的時候 我在利用我的海馬是火箭 移動到定點之後 馬上發射我應急 你需要在對當地最有效精準打擊的活力 所以你看喔 這次爆炸的時候 他做模擬的活力是什麼 來 有沒有看到 為什麼會像天女善化一樣 他是用急速彈 等於說我判定之後 你這個標的適合用急速彈 來做攻擊 來做打擊 因為我不是單一個標的嘛 我今天要打你的陣地 包括你的遊庫 我只需要讓大範圍的引爆 你自然而然會產生更嚴重的傷害 所以你看喔 這些想定等於說 只要透過F-35 他組機上署裝載雷達跟陣列系統 他就可以偵測到 作為一個最前段的踹門者跟偵察兵 讓他所有地面隨時在移動的 從海馬是火箭 包括我們講的陸軍戰術導彈系統 那防禦措施咧 防禦措施沒有用 沒有用 那就完全沒有用 第一個 你防禦措施請問一下 他真不偵測得到F-35 偵測不到嗎 真不偵測不到 我們是不是聊過F-35 根本走到哪 你除非是非常高階的 不然都是如入無人之境 再第二件事情 整個我們講的薩姆400 大家一直想說薩姆400很了不起 很了不起 但是他屢屢已經在烏二戰鬥 實戰當中驗證了什麼 根本防不了 因為他現在反而變成什麼 烏克蘭首要要打擊的目標 所以你知道俄羅斯現在頭殼很大 頭殼大在哪裡 因為美國現在所有的武器 美智武器 已經在烏克蘭這邊開綠燈 等於說你想想看有什麼 陸軍戰術導彈系統 我們講的暴風之夷 甚至我們講到什麼 AGN88 所以他們是一整排在方圓 300公里外的這個地方 通通都列為一級警戒區 但你知道最可怕是什麼嗎 最可怕的是 不只是這些飛彈 現在烏克蘭最先進的是什麼 是這個特克蘭的這種無人機 這個無人機它的射程 自殺無人機也是AI的 甚至高達什麼 1000公里之遠 所以現在對於俄羅斯來講 現在不管在哪一塊的土地 甚至是在自己的國土內 都惶惶不可終日 因為不知道什麼時候 炸彈會從自己天上掉下來 剛才講這個在AI的時代裡面 它不但是一個國力的競爭 國力的消長 現在對於整個都市來講 它也是一個都市的一個競合 過去台北市太安穩了 就沒有想到 台北市已經措施最可貴的八年 完全被柯文哲浪費掉了 那現在高雄在爭取這個機會 今天當然講完非常緊張說 他馬上打電話給這個回答說 希望把他這個所謂的這個研究中心 留在台北 剛剛講到現在哪一個城市 你能夠爭取到了產業 你能夠爭取到了AI 你才會有就業 你有就業 這個都市才能夠確保繁榮 是寶貞哥 你剛剛講到一個非常重要的一點 什麼一點呢 我們台北市被柯文哲耽誤了八年 這八年的青春 真的就是讓高雄激起直追 這八年之內 高雄進行個大計劃 什麼樣的大計劃呢 就是最重要一件事情 是把台積電 從本來在台中 本來在新竹的 把它帶到了高雄去 那時候他為了要讓高 台積電到高雄去設這個28奈米 甚至現在的兩內民廠 你知道他開出了什麼條件嗎 你告訴我 有什麼事情是我們 一定要做到 你就可以來的 我幫你排除所有問題 所以那時候台積電跟他講說 說一句實在話 你中油的高雄煉油廠那塊地 我開了很喜歡 高雄的水 高雄的電 對我來講 比其他縣市都來得好 可是只有一個事情 我們台積電所有的製程 越來越先進 時間越來越改 你一個 光是弄一個高雄煉油廠的地 整治要給我十幾年 這樣買貨 就是因為這樣一句話 結果他決定 整個高雄市政府 跳出來跟中油說 只要錢擬出 所以一切我們來弄 所以他竟然就跟國外 這個部分 全世界一家 唯一會處理這一種 所謂的土壤污染整治 這家公司 在2012年的時候 幫倫敦奧運也是他整治 把他引起 把他帶到台灣 在高雄這邊 進行相關的整治 而不是只有台積電 一家公司 來享有這個整治之後 因為事實上在高雄 他們本來破壞的 就是整個園區 什麼叫整個園區 他有一個 你說本來中油那塊地很大嗎 很大 大概有幾十公頃 而且他其實是中間的一個 我們現在其實要看到的 就是產業轉型 現在給大家看到 原本 比如說高雄科學園區 橋頭科學園區 男子科學園區 這一切的一切 他原本都是石化園區 以前叫做大社園區 林園園區 然後什麼園區 所以原本的這個S廊道 其實都是被石化園區這邊 都覆蓋住 下面全部都是七十幾條管線 加起來大概有九百公里 但是因為後來氣爆事件之後 高雄認為 我們不可以再從事這樣的重工業 因此決定把它整體打造成是完整的半導體聚落 你現在看到的聚落 我跟你講你看到之後你就會發現 原來從種所謂的石化產業 化到現在半導體產業 其實沒有想像中的那麼困難 包括你看特用化學品的部分 中油 中油原本的主要的據點就在高雄 李長榮化工也是在高雄 長春石化也是在高雄 長西整個材料也是在高雄 所以他們原本生產的東西 就是跟這個半導體的特化品 是有相關的 這不怕污染嗎 但是他們事實上 污染主要是中油的煉油廠 這個部分把它往南 就是往那個亞灣區 這個其他的部分 全部就把它整治完之後 就變成引起了讓台積電落腳在這裡 那你剛剛看到的包括 所以你現在半導體要用的 所謂的製造的材料 特用的化學品 包括封裝所有的動作 高雄都有了 原本就都有 只是他原本是在不同的區 那不同的區域之外 還有其他什麼煉油廠 他現在簡單講 就是一個騰龍換鳥 把其他的原本重工業 比較那個石化污染這個部分 拉到了亞灣區 但是這樣這種特化的部分 就讓它留在原本的地方 再加上最重要一件事情 就是把核心台積電挖過來 挖過來之後 其他的相關的產業 也就在這裡更生下來 那你知道整個半導體園區出來之後 它就會帶動相關的產業的發展 所以他們現在就說高雄 還有哪一些富邦人壽 竟然要在高雄凹子底 投資375億元 要去清建整個相關的大樓 還有包括特茂3 775億元 也是要辦公辦都更的一個開發案 元寶電腦跟紅海高雄園區 也全部都過來 所以換句話說 高雄進行了八年的一個佈局 他真正著眼的目標 就是要騰龍換鳥 把整個高雄變成是AI重鎮 以及智慧城市 到了台灣之後 他不是只有塞亞區 他不是跟人家吃飯 他在台灣辦了一場 非常重要的演說 而且在這個重要的演說之後 我們才發現原來台灣 台灣在AI的世界裡面 扮演這麼重要的角色 而且台灣這個角色 看起來他會越來越重要 因為現在黃仁軒不是說 他到台灣 他要拉緊他跟供應鏈的關係 他在台灣 他還要大力的投資 今天我們看到了 賴清德總統已經感謝說 NVIDIA捐贈給台灣超級電腦 現在不只是說 他要捐贈給台灣AI的超級電腦 他現在也要跟紅海 在高雄的軟體科學園區裡面 也要建構一個算力中心 也就是在高雄未來 我們有兩個非常巨大的AI電腦 而這樣的一個 我們跟輝達之間 魚幫水 水幫魚的關係 讓韓國非常的緊張 韓國以前根本不把台灣放在眼裡 韓國以前 他還有一個 Kill Taiwan的計劃 可是現在他們看到了 在AI的領域裡面 在AI的戰爭裡面 台灣竟然走到了一個核心 而且我們現在 跟全世界緊密相連 這個時候 他們就覺得 在AI的浪潮裡面 這是韓國媒體講的 在AI的浪潮裡面 台灣就像黃仁勳所說的 是世界的支柱 是AI革新的後盾 他們感嘆 現在三星韓國半島體的企業 難道它會變成AI的邊緣人 過去你還想要獨霸天下 稱霸天下 現在難道 已經被踢除在AI的擂台之外嗎 好 我們今天請到 旅外邊的大方 首位的財經專家 黃仁勳 你好 大家好 好 第四位我們要特別介紹 他是台大的電機博士 張徐玉 張博士 你好 好 各位觀眾大家好 好 第四位是 資深媒體人 劉怡峰 大家好 好 第四位是 資深媒體人 楊慧珍 大家好 好 第四位是 是沒有意義的 你嘴巴講講誰相信 你幹嘛會愛台灣 我們常常講 錢在哪裡 新舊在哪裡 你投資在哪裡 你就是認真在哪裡 要去耕耘 現在黃仁勳不是誰啊 其實不是推薦大家 去吃什麼水果攤 他現在要在台灣投資了 他現在在台灣 都有一個大型研發中心 居然募一千個人 現在台北跟高雄 各個城市都在爭取 來我這個地方 更重要的是 你說關鍵 現在全世界的超級電腦很多 可是AI的超級電腦很少 現在黃仁勳就要一口氣 要在台灣弄兩個 AI的超級電腦 沒錯 抱歉 這幾天的時候 台灣的Commutex非常熱鬧 你知道 有一個國家暗字垂淚 那個就是南韓 不是我南韓媒體說 南韓暗字垂淚 對 這他們媒體的報導 台灣現在已經變成是 AI世界的資助 然後是革新的這個後盾 我們南韓呢 已經變成是邊緣人 他們也不是要獨霸天下嗎 對 那就那麼誇張嗎 寶傑剛才講到 錢在哪裡 心就在哪裡 老闆投資在哪裡 他就會在那個地方 你看這幾天的時候 黃仁勳說什麼 黃仁勳其實之前 已經有在高雄 投資一個台北ONE的超級電腦 他這幾天又 他就說 我五年之內要在台灣 蓋大型的研發中心 至少要招募一千名的員工 所以現在台北市啦 高雄市啦 這個家裡大家 全部打電話說 我來我家來我家 不是 我跟你講講 蔣萬恩今天終於醒了 蔣萬恩講說 我今天中午特別跟他們通話 希望說這個大型研發中心 留在台北 對 那另外一個就是 黃仁勳今天到 紅海旗下的紅柏去見面的時候 他就跟 你看 劉洋偉兩個就宣布說 我們要建一個超級的 這個先進的算力中心 一共有64櫃 有4608個GPU 預計2026年完成 這也都是要花錢下去的 花錢下去你就知道說 這個其實是非常貴 一個櫃大概是接近到 約莫是要上千萬塊 到1億左右的美金 你就知道這麼多的錢都炸進去 我們看到 一顆GPU就已經很貴了 對 他一口氣要用了4608顆 所以你就知道說 事實上這是大手筆炸下去 你看錢都炸在這個地方 你說只有黃仁勳這樣 沒有 蘇智峰也準備要炸50億 在台灣的這個投資 另外連基辛格 基辛格以前都瞧不起台灣 你讓他今天說什麼 說了一句非常噁心的話 他說IT產業就是intel加台灣 你就知道他那麼高傲的人 他居然講這樣的話 不是 而且我覺得今天我是韓國人 我一定炸賽了 為什麼 基辛格本來說 今天我在台灣 我明天要去哪裡 我明天要去韓國 韓國在intel在那邊辦了一個論壇 結果基辛格來了台灣以後 他說明天韓國我不去了 我說我內部有事情 我要回打道回府了 你今天你已經到台灣了 你到台灣你到南韓 就是一步之遙 沒有基辛格說我不去南韓了 我直接來了台灣了以後 而且我在台灣待了好多天 待了三天了 待了三天以後 我明天要回美國了 而且不只基辛格 那基辛格本來是真的 他原本待台灣之後要去韓國 他現在不去了 因為為什麼 他現在看到不一樣的變化 他搞不好回去 有新的這個戰略要出來 其實還有蘇之鋒 蘇之鋒今年本來也要去韓國的 但是韓國媒體現在就說 他不是說要來嗎 為什麼到目前為止 都不來了 還沒有聽到他要來 結果他們都來到台灣 來到台灣跟韓國 不過是兩個小時的飛機就到了 他們私人飛機根本沒什麼問題 但是他們就是沒有去 所以就告訴你 大老闆的動作都告訴你 韓國真的會是 這一次淪為 測測底底的AI邊緣人 好的 你剛才講 為什麼現在 大家覺得很奇怪 我們在台灣待那麼久 為什麼台灣突然變得這麼重要 為什麼突然在AI的世界裡面 我們竟然是世界的一個支柱 你說 原來台灣從三十幾年來 我們從Wintail 我們從代工 我們在這個所謂的IT產業裡面 我們累積了很多的基礎 蹲馬步蹲久了以後 我們形成一個非常獨特的生態系 對 特別是台積電 原來這樣講 台積電我幫你NVIDIA做這個做工 我幫你這個生產 生產了以後 你NVIDIA的這個所謂的晶片 我再拿來 作為我台積電優化之用 優化之用之後 我就開始生產的良率也增加了 我這個進度也增加了 結果NVIDIA 你要什麼東西我可以做得出來 他們變成了一個非常好的 魚幫水水幫魚的生態 而這個魚幫水水幫魚的生態 不只只有台積電 在廣達在很多的產業 包括紅買也是這個樣子 韓國企業突然發現 他差不進來了 事實上這就是兩個國家的差異 台灣永遠可以當別人的朋友 我可以幫你們 我們互相互惠其力 但是韓國不行 韓國就是我要贏你 我要贏你 這兩個邏輯是不太一樣 所以為什麼我們跟回答 形成一個共生共榮的這個方式 共生關係 譬如說以這個台積電來說 台積電其實他也幫回答設計晶片 回答很多東西他不會設計的時候 台積電是無償會給他這個IP 你來給你 但是我只送不賣 這MD也是一樣 所以他們就無形之後互相的依賴 然後你有最新的技術的時候 我知道的時候 你也會給我建議說 這個回答就覺得說 你這個晶片這樣整個設計不太好 你可不要用我們的最新的 庫里手的這個晶片 這個軟生技術來幫你用呢 這兩個就會互相互惠 所以為什麼這幾年你看台積電的良率 已經三奈米可以跑到80 為什麼三星只有20 這裡面就是很多 因為他已經用了這個所謂 這個數位軟生的技術 技術在這裡面 這也是魏哲家說到 我賣你一塊晶片才600塊 你為什麼賣我一塊晶片 20萬 原因就在這裡 我用了之後 就我又更好 我更好的時候 我良率更高的時候 受惠的是誰 受惠的是這個回答 回答受惠之後 他會下更多給台積電 因為你的良率控制得非常好 我成本可以降得非常低 所以兩個是互相幫忙的一個狀況 所以等於是不只是我們台灣 整個台積電跟回答 回答跟人跟廣達 回答跟鴻海都是這樣 在2018年開始 開始說推出所謂的伺服器的時候 他們全世界沒有人要幫他們代工啊 都找了我們台灣的廣達 找我們剛剛的鴻海 就說好啦我們試試看嘛 反正就是 大家都是長期的夥伴 我們就來試 他們有找過韓國 韓國就不願意啊 因為韓國覺得說 這個還沒發芽 還不想做啊 但是我們台灣就做了 所以就是說因為蹲馬步 已經從來幫你蹲到現在為止 才能夠在現在的這個大爆發 而且剛才講的 現在這個良率的差距有多麼樣的可怕 剛才講劉德英就講 7奈米以下的赤層 每個晶片 都要50層以上的一個處理程序 你想想看 50層 我每一層只要有一點點的差距喔 50層是50個次方喔 那個差距就變得非常可怕喔 對事實上 連彈性電自己都覺得非常驚訝 為什麼 因為他們開始導入這個所謂機器人的相關的東西 沒想要對他們良率提升得非常快 因為他們可以透過數位磷升的方式 抓到很多 他們可能以前沒辦法抓到一些困難點 但是他們後來發現都 我們用這個機器人做的時候 有時候機器人自己自己還會出現一個 我們不知道的語言程序 他們自己會改善 所以這等於是說 因為你用了最新技術 改善了揮打的製程 然後揮打的技術能力更好之後 兩個互相這樣子不斷茁壯 那你說現在已經 所以你說如果三星 如果Intel他們沒有辦法跟揮打合作 不能用NVIDIA最新的這個所謂的晶片的這個技術 他們就不能得到快速的進步了 那現在我們台灣已經跟揮打綁得這麼緊 你覺得這個是你說用什麼低價搶單 或是什麼可以破得了嗎 破不了了 根本就破不了 因為這是魚幫水水幫魚的問題 對還有另外一個是什麼 因為台灣有太多揮打的供應鏈 幾年前我們就開始 我們很多公司都已經導入揮打的這個機器人 在默默研發了 即使是還沒有看到商機我們都已經在做了 像索羅門 索羅門很早很早以前就用AI晶片 晶片晶片進入他們的 他們叫視覺檢驗系統 就是說我們用人工 用視覺的方式 比如說我在這個工廠裡面 我要剪這個寶特瓶 或是剪這個玻璃瓶 我可以把它分類得非常清楚 他們很早以前就用AI導入 導入之後他們發現到說 它的這個視覺效果更加好 辯論的速度更加快 然後我拿到這個最新的科技之後 我就可以改變我的這個 整個城市的邏輯 我等於是把機器人的眼睛已經把它訓練好 就是機器人還沒有到 我們台灣已經把機器人的眼睛都已經準備好了 另外台灣人家達明也是一樣 達明做的是什麼 它是這個廣民旗下一個轉投資公司 它就是做機器手背啊 機器手背 我以前做機器手背 保證幾年前做機器人根本沒人要 對 就算是把它導進去 我們用NVIDIA的技術進來之後 讓機器人本身會有一些意識 它會學習 它會自己 在不同的場合 它會調整到不同的方向 不同的方法 以前我們做 我們做車子 就只能夠用車子的這個機器人 以後我可以做一個公用款的這個機器人 公版 我可以到哪裡 什麼工廠我都可以做 你只要讓它學習 它就可以做 這個邏輯跟以前是完全不一樣 對 所以為什麼大家非常看好 這個機器人在工廠裡面 你只要做出這個公用機器人 然後把眼睛加上去 然後軟體硬體加上去之後 它不是就可以解決 現在所有很多大部分工廠的問題了嗎 所以今天我們看到了 黃仁勳來講 他現在台灣的這個供應鏈 不是說我自己的供應鏈 我不是幫你生產 對 你還變成是我最好的實驗 應用者 實踐者 剛剛講的 索羅門也好 達明也好 包括台積電 對 我今天幫你揮達生產 可是我幫你揮達生產之後 我就幫你揮達這個所謂的 AI的這個晶片 或者把你的所謂的GPU 也用到我的工廠的改良 用到工廠改良了以後 我就變成你最好的總子工廠了 對 事實上你看 它從之前 其實你仔細看 它從之前每次揮達的這個發表會 它都用了很多台灣的供應鏈 為什麼用台灣的供應鏈 因為只有台灣現在在做 我們已經耕耘了非常久 所以你看 所以也只有台灣的供應鏈在百分之百 大量的用 推達的產品 對 那現在大爆發 它當然還是會下單給你買 因為韓國現在才想 我們要更營這塊 已經來不及了 所以為什麼他們會變成是邊緣的 這個其實是跟 我們台灣過去的這個 經營企業邏輯 跟韓國是不太一樣的 而且更可怕 這個大爆發之後 剛剛講的 不是只有黃仁兄來 蘇之鋒也來 基辛格也來 剛剛講 高頭什麼都來了 我跟他講 事實上今天也剛好是 台積電的這個股東會 台積電股東會了之後 今天迎來一個好消息 就是基辛格 他已經真的宣布了 他們這個最新的處理器 Lunar Laker的這個處理器 保證你知道 以前基辛格 或是三星是多 這個Intel是多麼驕傲 他們這個CPU裡面最重要的 這個都要自己做 但他們這一次 不行啦 三奈米四單給台積電 所以告訴你什麼 今天這個 這個魏哲家跟劉德英都說 中國根本不是對手 然後幾年之內 華為根本不是對手 幾年之內根本就還是 會搖搖領先的台灣 所以那事實上 現在為止來說 台灣在晶圓大工 什麼技術都完全領先了 剛講的AI時代的來臨 對於黃仁勳來講 那他說 他是用工業革命來形容 工業革命 那是一個國力的消長 那是國力的消長 對於台灣來講 我們曾經談到 他也是一個台灣城市的翻轉 這就我們為什麼 要去強烈的批評科文者 我們要去強烈質疑 台北市 你作為一個天龍國 一個首都 在這個新的產業革命裡面 或是產業翻轉裡面 你居然沒有扮演任何的角色 現在大家注意到說 剛剛講 現在有兩個超級電腦 兩個超級電腦在哪裡 兩個超級電腦都在高雄 而且不但是超級電腦 去了以後 你未來的智慧城市 你未來的所謂的智慧製造 你未來包括 你很多的所謂的電動車 高雄就變成重鎮了 是 現在所有的一切的源頭 你知道是從哪裡開始嗎 就是台積電落腳 在高雄這件事情做起 事實上他們早在當時之後 就認為 如果可以把台積電 帶到高雄這邊落腳 然後生產一個的話 它所有的供應鏈 還有它會帶來的群聚效應 會徹底的翻轉整個高雄的面貌 所以那時候高雄 他們是怎麼去跟台積電談的 你說爭取台積電是第一步 是第一步 而且你知道他們談到什麼地步 他說我一直去拜會他 談到那邊的時候 他就跟台積電講 到底有什麼最重要關節 你告訴我 我來解決問題 結果台積電就跟他說 我跟你講 你的這個中油煉油廠的腹地非常大 水電這個部分 是我們非常喜歡 但只有一件事情 就是我台積電 我進程要很快 我蓋廠要很快 你跟我講 你中油那一塊地 要多久整四 17年 17年 我一聽我腳就軟了 所以他們就說這個 因為對他們來講 台積電他們什麼 也要從7奈米 4奈米 不斷地推行 它沒有那個十幾年 再等你整一塊地 後來高雄市政府 他一得知之後 他馬上用行政契約的方式 出面去跟中油談 他就跟中油講說 你現在整個整塊地 你可能要17年時間 是不是 我跟你講 錢你出 在所有期程 我市政府出來 我來主導 把你排除所有的障礙 結果你知道他們 那時候是認證到什麼地步嗎 他說他們採取兩個 一個叫做分區整治 一個叫做分不同階段 進行整邊 什麼意思呢 就是我這假設是10公頃的土地 我把它變成是20塊 20塊 這塊趕快整治 然後再馬上這一塊整治 所以不是像以前一樣 你全部把土都挖完了 慢慢整慢慢整 慢慢整 沒有 一塊能用一塊馬上這個實用 而且當然講 因為中油這塊土地 它在當時等於說 污染非常嚴重 在這個土地裡面 都有很多的粒基 有很多的油污 這個地方更不能使用 他說當時是這樣 絕地三尺還來曝曬 是你知道嗎 他整個污染的土地 高達360萬立方公尺的土壤 疊起來是1.7座的台北101 這樣子的一個高度 再來就是污染的面積 有7座大岸森林公園這麼多 然後他們因為要擷取時間 要縮短時間的關係 所以它必須要有三個時程 什麼三個時程呢 就是你要經過所謂的熱托付 你要用高溫的方式 然後要把那一些污染物 然後用高溫的方式把它弄出來 去蒸它 蒸它 然後再洗它 所以它其實要有經過三個步驟 那事實上 要蒸它要煮它要洗脫蔥 是 然後最後還有一個生物培育 所以這個三個步驟 我們剛剛不是提到嗎 它等於是分區分區分區 然後這一塊地挖起來 挖起來趕快把這個土拿去旁邊 然後趕快把這個現有的土拿去 那個就是熱托付 熱托付再洗它 洗它之後 在那個生物浮育 浮育完之後 趕快把它填回去 然後這一塊一塊 是用這樣的方式 所以他們是等於是 一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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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搶時間二十四小時 非常密集的 在兩年半的時間 才有辦法 把這整片土地 全部整片完整 也就是這個土地 整合完了以後 台積電才願意在這個投資 本來台積電想 好吧你要我投資 而且中央政府也逼我投資 我就意思意思 我是二十八奈米給你就好了 當時當你聽起來 感覺就有點交代交代使用的 就沒有想到 機會來了 因為亞利桑那的廠出問題 亞利桑那的廠出問題 我的先進製程出問題之後 我幹嘛不是二十八奈米 我現在二奈米也在高雄 如果我的二奈米也在高雄 代表說我最先進的東西 都要從高雄發展了 是 這也是為什麼剛剛提到了 包括鴻海還有包括NVIDIA 他們現在這個 全部要把這個所謂的運算中心 用在高雄 因為為什麼 因為高雄有一個非常好的 一個天然的一個 還要進港口之外 還有它完全沒有缺點的問題 他們水跟電是非常充裕的 所以這個對他們的整個 尤其我們知道就是 剛剛你這個什麼運算能力 你運算能力不斷增加 情況之下 代表著背後所運用的電力 其實是一個很大的考慮 你說高雄的電比台北充足 是充足的 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 為什麼 台北要不到這個大型運算中 就跑到高雄去了 還有一個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 其實他們高雄市政府是變成是 你只要告訴我 你需要什麼 我幫你解決所有問題 所以他們之前 那個副市長羅達生在接受採訪的時候 他就說他們已經考量到 當你各方的人馬 全世界的一些科技大廠都來的時候 怎麼會產生問題 交通 所以他們就開始 就是說他們現在弄那個公路 然後那個公路要串起 整個S郎道 S郎道是最本 是從台南開始 然後整個開始 整個串過來 包括高雄科學園區 橋頭科學園區 男子科學園區 人物 亞灣 新材料的這個部分 全部都進來 他就跟你講到說 他已經破壞到一個什麼 未來高雄不是只有 智慧製造 智慧EU 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是他要智慧城市 所以他們所打造的 其實就是說 無人的一些相關的物流 這個部分 都是高雄所破壞的美夢當中 好 雨萱 剛才講的 黃文軒的演說裡面 除了台灣的供應鏈 在整個AI世界裡面 扮演的角色 他不是提供了很多的供應商 最重要的是我們昨天講的 他有的學校 那有些學校 我們再往下去 顏色才知道說 原來有台灣這麼多的學校 跟NVIDIA 在這個AI的世界裡面 扮演這麼重要的角色了 黃文軒這一次 我們講黃文軒特別展示 大家覺得很奇怪 你展示供應鏈廠商 這是火力展示 我們可以理解 代表這次又是你的兄弟 叫大家別來搶 但他與此同時 供出了8家私立的學校 以及9家國際學校 這不對啊 學校難不成你想要做什麼 所以最近呢 大家就一一公布 看到網路上的影片 才發現有 為什麼 清華大學其實就有 跟NVIDIA合作一個AI實驗室 他在裡面做什麼 各位 運動 這個你想不到了吧 AI跟運動有什麼關係 大有關係 因為過去我們大家講說 這種運動在分析的時候 比如說我投籃 要投什麼樣子比較準啊 我怎麼樣的訓練 比較有效力啊 我現在呢 還欠缺什麼 都只能透過什麼 人工來管理 但他說沒有 未來我們可以用AI 來直接替整個選手 全身上下 包括就連他的投籃姿勢 包括他一些細微的動作 都能夠做優化 那以前為什麼做不到這邊 以前是清華之工系在做的 對 而且他們用的就是 NVIDIA的產品 但以前會有一個狀況 我們有在運動都知道 是不是說我今天手感特別好 我今天手感特別順 對不對 我今天手感不好 聽起來很像什麼玄學 到底什麼是手感 沒有關係 AI跟你講什麼叫手感 什麼叫手感 對他可以監測說 比如說我今天的影片來判讀 你手腕彎的彎度大概34度 而昨天彎度大概33度 因為他可以很精準的看到 你的肌肉運用 用物理的法則 來去分析說 所以代表你今天手腕 可能沒有拉筋 可能多彎了一點 那你未來訓練 比如說我跳起來的高度 然後肌肉 我發現你的腳的肌肉賴力 可能還要再訓練 透過這樣的方式 從知識到訓練 完整的模組 來直接把運動選手 甚至還可以進一步延伸到什麼 戰術 為什麼 因為我們一般人 在看這種視角都會有盲點 但是他這AI 可以計算什麼 比如說我這個人跑得多快 我的投籃的準確度 我的命中範圍大概是哪裡 而根據對手的防守佈證 我這邊有空隙 你最佳的投籃點位 透過這種尖攝影機 配合AI分析的方式 不斷的讓你去精進 不斷去進化 但是這個人力做不到 這只有誰做得到 NVIDIA跟AI做得到 所以他們是跟大學做這種合作 對 不只 我剛才只舉一個例子 叫做運動 但他們不只這樣 他們還做什麼 做這種我們講自走車 自走車 跟我們一般講的道路駕駛 這種我們講自動駕駛 是完全不一樣的 為什麼 因為自動駕駛 他是根據他的sensor 來去判斷說 比如說前方的號字 到底是紅燈是綠燈 又或是說 今天是晴天雨天 遇到轉彎對起地上的線路 配合光達雷達 來進行所謂的自駕判定 但今天他這整個自走車 他特別在哪裡 他自走車是說 我沒有跟你講說 我一定要往哪一個方向前進 而是我單純的透過AI 來去訓練一台車子 比如說好前方有一個香蕉 他這個車子就跑去吃香蕉 那你會注意到 第一次的時候他很笨 他直接撞到牆壁 結果第二次不一樣 為什麼 第二次的時候 他開始慢慢會修正 吃到之後稍微慢一點 然後才撞到牆壁 而三次四次五次 最重要AI跟過去 我們講GPU跟過去 CPU最大的差別 他是可學習的 他是會一次兩次 失敗的經驗之後 他會改變 對所以你看 他這台車他這個影片 放到後面 哇整個車越開越順 越開越順 而且不只是這樣子 我們剛才只是講 侵華的例子而已 你像斯大更有意思 斯大為什麼 他說我們是通過AI 來做藝術 各位你看這是我們剛才講的 藝術層次 甚至他通過NVIDIA設備 做了這種VR 虛擬實境的東西 而且屢屢 在國外獲得大獎 但獲得大獎 最稀奇 你知道什麼嗎 他得知了一個 他從來沒有想過說 我做藝術可以做到這種 跟醫學有關的關係 為什麼 他說我曾經給一個 這種手部 因為他全區 手部沒有辦法張開 我為了讓他想說 可以體驗到 不一樣的世界 所以帶上這個VR 結果沒想到VR的環境 太過生動 讓他的大腦 甚至以為說 我是生力其境 在驚咧 結果你知道保利哥發生什麼事嗎 他的手慢慢的 真的假的 手直接張開了 然後他也不敢驚動 他說太神奇了 趕快拿手機照片拍下來 結果等到VR玩完之後 他說 這個太棒了 太棒了 然後手又全區起來 你知道你剛剛手張開了嗎 結果那人看到 嚇到說真的假的 這麼厲害 所以他們說 這個東西會不會 未來喔 因為我們現在只講藝術 講醫學 但他甚至這種生力其境 透過AI的模擬 還可以創造不一樣的想像生 不一樣的用途 現在遇到還有帶大家發揮 所以NVIDIA 跟台灣的結合這麼深 對 沒有錯 它結合分兩塊 一個叫做廠商 廠商我只是負責生產製造 但他也知道台灣是全世界 最寶貴的人才庫 所以利用這些人才 來好好的探索 到底AI 隨著未來越來越進步 可以為世界帶來什麼樣的改變 好 張博士 剛剛講 現在NVIDIA 他宣布說 我第一個 我要有一個研發中心 第二個 我有兩個超級電腦 AI的超級電腦 而且在孔海的超級電腦 是用GB200 可是我是外行人 我聽不懂 我的意思是說 那如果在應用上面 我今天用AI 我可以做到什麼 我用AI 我可以做到以前 超級電腦不能做到的事情 由應用上來講 有一點點不一樣 但是我們可以預期得到 是AI的這樣的一個 超級電腦的應用 會越來越廣大 譬如說像這一次的這個影片裡面 這一次的台大演講裡面的影片 有提到它Earth 2的部分 那包括說整個以後 颱風進來台灣 那我們以前都要等到真的發生之後 才知道說哪裡有了什麼災害 現在透過數位軟生的方式 這樣的一個模型建立 已經可以提前預估颱風風力多強 雨量多大 進來之後撞到了這個建築物 會產生什麼樣子的一個影響 那可以更具體 而且甚至這樣的一個範圍 可以到更精準 所以這樣子的一個細節 這樣的一個程度 基本上來講 方向上跟傳統的這個 超級電腦不一樣 因為應用有一點不太一樣 但是它的能力會越來越強 也就是它用了一個Earth 2 這個Earth 2 特別用我們的101大樓 這個風吹進來以後 上衝有了下衝風 下衝風 這個力量有多大 這是以前算不出來 但是你現在用AI電腦 也就是未來有任何颱風 或者有任何災難 進到台灣的時候 我可以在最短之間裡面 算出它對台灣的影響嗎 是 而且甚至於這個東西 它可以先做這樣的一個模擬運算 然後來講 甚至可以有點像是我們現在的 地震預報一樣 在真正發生災害之前 它就可以先進行更精準的一個預測 好的 之前我們剛剛講的 黃仁軒講的台灣非常的重要 可是全世界在做這種工廠 難道只有台灣嗎 難道剛剛像時鐘說的 那已經台灣我們講台灣的供應鏈 跟NVIDIA 跟這個所謂的ASMO 跟這個所謂的包括AMD 我們已經出現了一種共生關係嗎 而這種共生關係 現在是韓國最害怕的 而且是其他國家無法取代的嗎 對 因為其實我們大家知道說 其實我們仔細去看 AI其實就是先前IT產業的延伸 像剛剛今天提到 連Intel都說IT是Intel加台灣 那我們想想看在更早以前 基本上來講 台灣已經在IT產業已經琢磨了 這個整個的發展了幾十年 那我們基本上不會跟客戶為敵 我們是幫他製作代工 客製化他們想要的東西 對 跟韓國完全不一樣 那透過這樣子 舉例子來說 譬如說像NVIDIA 下了這樣子IC這個晶片的設計 對 給台積電來做 在做好之後交給這個NVIDIA 那同時又透過這個Cuda 這個Kuliso的這樣的一個方案 讓台積電的製程更加的精進 然後更加的有效率 同時簡化了 也增加讓台積電的這個製程 進展可以更順利 所以其實相輔相成之下 這樣的一個方式 其實韓國或者是其他的國家 是很難打入的 那這個東西有一些傳奇的成分 也就是當時你剛剛講的Cuda 或者今天NVIDIA 用了很多東西本來不被看好 現在已經變成主流的規格 而且這個主流規格 現在NVIDIA 真的已經是東方不敗嗎 真的所向問題 他的東西到底有多厲害咧 像這個Cuda 基本上來講 他已經做了十幾年了 那已經賠了十幾年 那一般公司可能早就已經 那就放棄掉 要做了 可是黃雷勳基本上就有這樣的魄力 他就可以堅持下去做 因為他認為這樣子的運算 基本上所謂這樣子的一個應用 是一定會來的 那他最早 最早的時候是賠錢 當他公司只有三十億的這個 營收的時候 他願意花五億 來做Cuda這件事情 那是什麼 那很厲害嗎 在這個他Cuda 基本上來講就是把我們現在講到 所謂AI我們應用的主力都是GPU 都是所謂這種的圖形的辨識 因為他其實是做簡單的事情 但是要重複一直做 一直做一直做 這個樣子的計算 我們叫做平行運算 那如果今天是傳統的CPU的運算來講 他是要一個 他可以算很強 他可以很強的效能 但是他算完之後 再算下一個 再算下一個 那每一個都要排隊 所以相對來講 整體的效能就變差 那可是現在GPU 那可以做這樣的一個平行運算 Cuda就是身為一個總管 他分配這底下的一千個 一萬個的小兵 你做什麼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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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時間最快 一萬三個臭皮醬 一個豬可量 這個還不是三個臭皮醬 是三萬個臭皮醬 是同時運作 對 所以他可以做最有效率 最快的這樣子 那別人做不到嗎 其他這樣子的 包括其他的這個所謂圖形運算來講 他最早他最早投入 同時呢 他當然也取得現在的成績 包括像AMD或者Intel 當他們要回頭看的時候 已經是落後一大距離 現在想要追趕 雖然很努力在追趕 但是目前都還有一段差距 所以是喔 所以這樣的發展把韓國嚇死了 抱歉沒有錯 韓國現在真的相當緊張 我們舉一個例子為例好了 三星 三星接下來要罷工 那三星現在多慘嗎 三星他一直想要打入所謂 揮打裡面的這個HBM 就是寬屏記憶體這個部分 但是他就是打不進來 為什麼打不進來 因為三星一開始 他彎不下那個腰 那目前為止來說 跟台灣台積電在合作HBM 就是海力士跟美光 那為什麼美光本來就是願意跟台灣合作 那海力士為什麼要來 海力士知道沒有跟台灣合作 他是絕對沒辦法打進去 因為會打大部分的東西都在台灣做 那你這個HBM是要放在他旁邊 那當然是跟台積電合作比較好 所以SK海力士就來跟台灣 台積電組了一個叫做Team1的這個團隊 那三星就是不想要來 所以現在就是被海力士吃掉 他今年才覺得不對 所以前一陣子的三星的高層 有來拜訪台灣 那拜訪台灣就說 是不是有跟台積電合作的這個可能性 然後後來媒體不是說 沒有啦 好像他們沒有拿到 那說是台積電卡他 其實不是 是因為他的產品沒有通過 揮打的認證 沒通過 所以事實上現在 你要很多產品 你要進入這個揮打的體系 現在是怎樣 你要看台灣 如果他能夠跟台積電合作 那當然就有機會打進這個體系 要跟台灣的這個 做中端產品的合作 跟台灣做AIPC的合作 你才有辦法打入這個工業 所以現在的台灣的格局 跟過去是真的完全不一樣 政制觀點獨家內幕 國際趨勢 財經焦點 重案解密 火線搜集 全方位報內幕 話題不設限 我是張愣 złav 週六週日 決戰關鍵 歡迎我們來上線